下半年度獨卒賽事不間斷 出了亞洲杯資格賽最終輪 中華男主44號做客對戰股湖曼外 亞洲聯19錦標賽資格賽 4號將在新竹第二運動場開梯 19中華小將目前也正全力備戰 這批選手我們從去年就開始準備 今年的亞洲杯 其實他們現在就是在高中階段 所以他們的身材也有成長 然後技術方面也有變得更成熟了 然後重點是他們 對 我們球隊所要做的戰術體系 也有更多的磨合然後成長 中華隊跟越南兩國籍澳門被分在X組 其中又以越南的實力最為堅強 希望中華隊曾在4月邀請賽 以0比2敗給越南 這次回到主場希望能復仇成功 對 我們目標應該還是放在越南 因為他們可能現在排名是小組第一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以比較防守 然後希望給他們更大的壓力去壓迫他們 然後我們還是希望能夠以目標 小組第一的目標去讓這些球員去挑戰他們 大家好 我是圖少傑 是U19代表隊隊長 然後踢防守中場 來自明川大學 圖少傑從U14就是代表隊的議員 首次擔任隊長的他希望能帶領球隊 把平常練習發揮在比賽中 希望這次比賽可以全勝或是分組第一進擊 然後大家團結一致 鄰居在一起 正中負責中場的吳燕樹 才高二就跳級入選U23代表隊 先前也曾受三下聯盟推薦前往英國踢球 去英國學習踢球的那一段期間 就是我學到了蠻多事情 例如說就是語言能力啊 還有一些球技上面的觀念 還有就是和隊友的那個溝通啊 就是真的提升很多 不會再像以前就是比較害羞這樣 亞洲聯U19錦標賽資格賽 11月4號到8號 在新竹第二運動場組行 分組第一 將能直接晉級明年的會內賽 中華隊首戰要對上遼國 期待這批U19小將避出好成績 我希望這次的比賽能夠晉 亞洲十六強 對 然後希望藉著這次機會呢 讓別的國家看 看我們台灣不是那麼 其實沒有那麼落後 對啊 所以我想證明給他們看 就是台灣其實 沒有那個 其實也是有實力的 對